最近出國的人這麼多 這涉嫁航空也常常的拚涉嫁 不過越興障也提醒說 這涉嫁航空大部分的服務 都會領寬又多錢 這加起來不一定比傳統的航空共識比較適 建議那些的舌舌比較比較不會吃虧 三行李到幾台辦報道的秋衆 準備出國 越前越出國的人越來越多 今年一過到八過湯基中客運中 將近三千萬人出 比今年同期成長三十七% 其中也不會有人選到涉嫁航空 這麼近的過程就差了快一千五價錢 雖然說貴一點可能多了飲食之類的 那就想說一千五的話 還不如在香港多吃點東西就好啦 是剛好看到塑膠 先決定地點或是看預計的價位 去選擇哪一家航空公司 比較能夠符合需求 所以有時候也有可能會減到 普通航空的便宜票價 根據統計 射擊航空今年一過到八月客運中 六百八十十萬人出 比今年同期四百六十三萬 上中四十七% 如像入家混帳說 都會穿到大小買的機票 那才是不需要另外價位 行李的公金售 如果沒有準備設計航空北日本 掛行李和水金 可能得到一萬塊 在連假工來講 可能所有的服務都是切斷的 拖運行李要加錢 然後買水要加錢 貓潭要加錢 包含二十十公斤的行李 包含餐食 黑算算真的比一般的航空公司 差不多價格 富昌教者認為說 機票靠到行李的公金售 每機中的十四貨物 看起來比較少 不過也提起 如果准萬機票出銷 可能不補充 另外中期之前 才發行李開當 加超檔開 也可能比一般的航空更多 不過也有些相較航空的航班 是有杯二三十七的優勢 記者綜合不到 加超檔開